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两位军事问题专家 一位是王明志老师 你好 一位是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 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冠岳 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冠岳 好的 沙晨 那么针对本周的热点话题 我们一起来关注媒体方面 都有哪些观点和评论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 针对普京第三次发出核警告仪式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圆报网站刊文指出 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 没有忽略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的讲话 并且应该能让西方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清醒过来 如今的潜在干涉者将面临更加悲惨的后果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评论 针对瑞典加入北约仪式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刊文指出 虽然瑞典加入北约将加强这一联盟 但其申请和批准进程相关的拖延 凸显出对北约信誉的切实担忧 从长期来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北约在全球扮演的角色问题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评论 针对近日欧盟委员会提振 欧盟军火工业方案一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指出 其建议制定一套欧洲版的对外军售计划 允许欧盟施压欧洲武器生产公司 在危机时期以欧洲订单的优先 此方案目标是把欧盟军火工业 转向战争监禁盟室 以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危机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针对日前曝光的德国军官对话录音 核心社发表评论表示 此事证明了北约的虚伪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游戏 北约代表应撤离乌克兰 停止对基辅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并开始和谈 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评论 针对俄乌冲突中无人机的实战成功经验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刊文指出 国家或恐怖组织以及不同组织 都在用很少的钱来自卫或者作战 战争的未来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将是在水中陆地上 空中和海上的小型低成本无人机 而不仅仅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斗机 以上就是今天媒体事件方面的全部内容 好 谢谢 本周乌克兰高调声称摧毁了俄罗斯军舰 而同时俄罗斯方面也首次公布了 击毁海马斯火箭炮的视频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煽风点火也首次披露了俄罗斯 大批量仿造攻击无人机的生产线 相关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月5号宣布 乌克兰海军摧毁了 隶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 同一天俄美首次发布了 俄军战术导弹摧毁 乌军海马斯火箭弹的视频 无独有偶 美国战区网站同一天 也曝光了一次俄罗斯无人机工厂的视频 装配线上刑死目击者136的无人机 机翼上印有名称天竹回 另据俄美3月6号报道 俄罗斯T-72B-3坦克日前一炮摧毁了 乌军的美制埃布拉姆斯坦克 报道称 2月底 俄军使用四旋翼无人机 率先摧毁了第一辆M1A1坦克 截至目前 已有至少三辆M1A1埃布拉姆斯 被证实遭到摧毁 俄国防部日前指出 已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 开设了四旋翼无人机培训中心 重点挑选具有电器设备工作经验 和喜欢电子竞技的军人 为突击和突破分队 训练自杀型无人机的操纵员 汪老师 我们看到乌军高调宣布 击毁了俄罗斯的军舰 又是黑海舰队的舰支 而且又是用的无人艇去袭击 为什么屡次能够得手 俄罗斯黑海舰队 这一艘巡逻舰是1960吨级的 这样一艘巡逻舰 遭到5艘 5.5米长左右的这种 乌克兰的无人艇的这种 轮番的这种攻击 虽然说俄军的水兵 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抗击 但是在冲刺速度 达到42节的无人艇的攻击之下 仍然是遭到了重创 从视频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一艘乌克兰的无人艇 实际上是在俄罗斯军舰的水线部位 先炸开了一个孔 然后另外一艘无人艇 从这个孔中间钻进去 在内部爆炸 最终导致这艘巡逻舰沉没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震撼 这是让人们看到了一种 新的海战的方式 我们来定义海军力量 原来主要是以吨位来进行定义的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那么要基于效果来定义 这样的海上力量 它根本性地改变了 海战的游戏规则 第二一方面 战争的方式方法 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乌克兰的这种无人艇 它体积比较小 而且是半潜式的 那么它由于反射面比较小 又在夜间进行攻击 特别对于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它是可以突破一种防御体系的 第三一个 让作战力量这个编组的方式方法 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都是在围绕着 怎么样去有效地使用 这种无人装备 来进行作战力量的编组 必须把无人装备 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甚至是一个战略的位置 另外东旭 你怎么看 俄方公布的视频 展示的是摧毁海马斯火箭炮的 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知道俄罗斯之前 多次声称击毁过 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首次公布击毁的视频 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 先进的主战装备 最近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 接连被摧毁 而且一线作战的俄军 是拿下了多个 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首杀 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现在俄军能够确认的战果 至少是击毁了三量 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俄罗斯方面公布了 有无人机拍摄视频 作为证据的 针对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 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 首先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它所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远离对方的 这样的一个交货区域 可以说乌克兰军队 操作海马斯的 这样的一些人员 是马币大意 并没有针对火箭炮本身进行伪装 结果一架无人机 就是发现并确认了它的位置 那么外界猜测 俄方是使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 对它进行了远程的精准火力打击 打得非常准 最终这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它应该是处于装弹的状态 出现了持续性的爆炸和燃烧 这说明 现在俄方的情报和它的火力打击系统 进行了高效的衔接 确定了高价值的目标之后 马上使用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对它进行快速的打击 让它躲不掉也逃不走 我们看到在俄冲突的战场上 双方的这种无人作战装备 包括反无人作战装备的较量 在持续的升级当中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关岳 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的介绍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内容 关岳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沙晨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乌双方在无人作战领域 都投入了大量精力 新型无人装备 与反无人装备交锋接连不断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和实力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 进化 在俄乌冲突中 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 侦察 监视 攻击和电子战等任务 在冲突初期 双方使用最多的是军用级无人机 比如俄罗斯军队 大量使用的海鹰系列无人侦察机 乌克兰则使用土耳其提供的 TB-2骑手查打一体无人机 随着冲突的持续和无人机的消耗 双方开始大量使用消费级无人机 在发现穿越机的军用潜力后 俄乌双方开始使用远程刺杀式无人机 袭击对方领土纵身高价值目标 被称为低连版巡航导弹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反制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报道 乌克兰正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一款名为波克罗瓦的电子战系统 以干扰卫星导航 防止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发现其目标 据乌媒报道 今年2月2号 俄军24架目击者无人机中 有11架在夜间被击落 此外至少有7架攻击型无人机 没有到达他们的目标 有媒体分析称 波克罗瓦电子战系统 可能成功欺骗了目击者的制导系统 而后俄新社发布 俄罗斯研制成功了代号为 昏迷的综合反无人机系统 该系统可以以多种方式 同时探测到5公里以外的目标 并且压制2公里以内的无人机目标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 再利用 俄乌冲突爆发后 失去海军的乌克兰军队 开始以陆制海 和动用海上无人装备袭击的方式 袭击俄黑海舰队 为此俄罗斯再次启用了 冷战时期的别12水上飞机 用于识别和监视海上的无人舰机 同时俄罗斯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 俄军在JRK700取景7 无人水文测量船的基础上 改装出新型无人艇 可以执行海上自杀式攻击 反无人艇拦截作战 和物资运输任务 夏晨 好 谢谢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俄军 日前在他的特别军事行动区 开设了一个攻击型四旋翼无人机 的培训中心 而且我们知道 正是这一型攻击型的四旋翼无人机 在上个月摧毁了第一辆 俄冲突战场上的MEAE坦克 所以这样的攻击型四旋翼无人机 再加上这种军人的操作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俄罗斯现在已经可以大批量地生产 四旋翼的这种无人机 那么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种就是四旋翼的侦察无人机 可以飞到相关的作战区域 针对战场的情况进行侦察 可以把对方目标的位置 和对方兵力的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传送给一线的指挥官 还有一种四旋翼的无人机 它是自杀式的无人机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穿越机 飞行速度很快 攻击的角度非常刁钻 一般在这种自杀式的四旋翼无人机上 都会安装这种火箭助推榴弹的战斗部 那么它针对主战坦克和装甲车 可以进行高速的打击 而且是专挑它防御能力比较薄弱的 软肋这样的一个位置进行攻击 就是因为这种穿越无人机 它的使用方式和电子游戏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它的操控的终端 本质上就是一个游戏机的手柄 与此同时使用VR眼镜的这种方式 以低人称低视角的方式 去让无人机进行这种快速的飞行 不断地调整飞行角度 最终命中目标 所以利用电子游戏 电子经济的经验 短时间内让俄军 它的一线作战部队 尤其是班牌一级的作战单位 拥有非常熟练的无人机的飞手 那么利用社会资源是一个非常取巧的办法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3月6号表示 一艘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的美国散货船 在野门南部亚丁港附近海域发生爆炸 此前一天 野门福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攻击了两艘在红海航行的美国海军驱逐舰 美媒则借机炒作称 伊朗计划在苏丹建立永久性海军基地 但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苏丹外长阿里·萨迪克3月5号表示 苏丹政府不反对在该国建立 俄罗斯海军基地 据悉 俄罗斯打算在苏丹东部 鸿海州首府苏丹港 设立一个可以容纳大约300人 同时停靠多达四艘舰艇的后勤基地 此外 在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 也开始在作战中 使用人工智能缩小目标范围 发现并锁定 也门胡塞武装的火箭发射器 和红海上的船只 今年年初 美媒报出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透露正在与五角大楼 合作开展软件项目 五角大楼已经成立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组 分析和集成 美国防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类似Sora的模型 可以带来视频化的作战仿真 和作战概念创新 以及开展欺骗式认知对抗和干扰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煽风点火 说是伊朗要在苏丹建 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当然伊朗随后就否认了 但是你看苏丹政府的发言人表示说 原则上不反对俄罗斯 在苏丹建立这种海军基地 如果一旦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取得了一个海军基地的位置 对于地区局势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伊朗在这地方建立这个海军基地 一开始就是个假消息 但是俄罗斯的情况是不一样 俄罗斯在苏丹建立海军基地 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个它会影响到 苏丹内部的政局的走向 我们知道苏丹内部 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的 那么现在同意俄罗斯 在这地方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就表明其实俄罗斯 作为双方的调停人 实际上在这种非洲和中东地区 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的 第二个位置 苏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在红海这个地方 红海是美西方非常关注的 一个重要的战略隧道 它在苏伊斯运河 在曼德海峡 红海和雅丁湾 在这个地方是重要的 从亚洲到欧洲的海上 物资输送的战略通道 俄罗斯在这地方的一个布局 等于就是在美西方非常看重的 一个重要的战略航道的旁边 打入了一个鞋子 也就是在整个 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遭到了 美西方的极限的这种制裁 仍然可以打破 美西方的这种全面的封堵 这是俄罗斯这种 它的这种传统影响力 或者说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 这种地位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有媒体声称 现在美西方已经把人工智能AI 嵌入到了致命性的军事行动当中 那人工智能系统究竟如何 在战争当中扮演它的角色 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关岳 请他通过数据的方式 带来更多的介绍 关岳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沙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工智能悄然走向战场 下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 一起来了解 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 23万名 在俄乌冲突中 美国高新技术企业 对乌克兰的智能情报援助 显著增强了乌克兰的情报能力 据称美国某公司研制的人脸识别软件 已经识别出超过23万名 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以及乌克兰的与俄合作者 有专家表示 俄军多位将领丧生 背后就有该软件的身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 30% 据乌克兰高级军事官员表示 人工智能加快了识别目标的过程和弹药选择 据乌克兰军方估计 人工智能可以节省30%的弹药使用量 但是人工智能面对精心设置的诱饵 特别是伪造的火箭发射器和防空雷达等 经常让无人机操作员和炮兵指挥官上当 导致他们把火力浪费在艳品身上 识别不出精心伪装的真目标 最后我们再来看 15000个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军方打造了一个名为福音的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针对伊斯·哈马斯武装人员可能居住的地点提出建议 从而迅速且自动地批量确认袭击目标 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 在战争开始的短短35天内 以色列就对近15000个目标发动了空袭 这种高科技同时也引发了一场灾难 有以色列媒体指出 以军使用的人工智能算法 至少对加沙地带的平民死亡人数 负有部分责任 沙晨 谢谢 最近很火的这个OpenAI公司 它也在修改它的所谓的技术禁令 要帮助美军去布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所以您怎么看 未来人工智能AI在这个军事冲突当中的应用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另外美军和美国政府在这个当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现在美军它已经有成建制的部队 在利用AI系统去更好的整合美国空军 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实现更好的空路的这种作战体系的 这样的一个融合 一直在进行此类的演习 在进行这种演习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最大程度的利用民间的资源 除了一些高技术公司之外 甚至还雇了一群美国大学生为美军打工 让他们干什么呢 就是针对AI识别的结果进行纠错 针对军用级别的AI系统进行训练 让他们针对一些情况判断要变得更加精准 美军已经把人工智能用于它的这种空袭行动 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拉克进行野蛮轰炸 针对叙利亚境内进行非法打击 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附带伤害 导致了很多当地的无辜民众的伤亡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黑锅甩给AI 说是人工智能在选择目标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技术故障 随着AI的不断的介入 尤其是介入美国的海外的一些军事行动 可能会降低美国对外动武的这样的一些门槛 与此同时他也要最大程度地去逃避责任 据路透社报道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本月上任后表示 北约的核威慑力对芬兰而言 必须是真实存在的 并声称将由芬兰政府和议会决定 是否改变目前禁止在芬兰领土上 存放和转运核武器的立法 3月5号 俄导弹部队进行了搭载可分离弹头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训练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警告称 西方威胁带来核战的真实风险 俄罗斯拥有可以打击其领土目标的武器 英国金融时报则发本炒作 一份俄罗斯的机密文件表明 俄方可能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文章声称 俄罗斯潜在使用核武器的标准 已从入侵领土细化到更具体的触发因素 而此前 德国军官策划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录音 也被俄媒曝光 录音中还提到美英法的军人 早已在乌克兰直接参与了冲突 黄老师我们看到 芬兰的这个新任总统一上台 就说希望能够解除法律的限制 获得北约的核威慑力量 然后很巧的就在这个当口 然后英国媒体就爆出来说 所谓的一份俄罗斯的这个关于核力量 如何使用它的触发机制的机密文件 这是不是跟它要形成一个配合 DTC是这样的 就是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这个中间 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激烈的较量 很重要的领域在认知领域 双方也在进行激烈的这个斗争 它的这个策略是主动设置议题 它为它自己所要达到的一些目的 来进行这个服务 特别是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核领域的 任何的这个动作 实际上都会对西方产生 非常重要的震慑作用 所以西方在进行这个资源 乌克兰进行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 它要提升自己的所谓的核威慑能力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实际上 美国已经在这个英国 重新的启用了相应的核储存设施 现在呢在一些这个芬兰 或者瑞典在加入这个北约之后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 这个叫做核武器 进到他们这些国家 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律上的这个安排 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借口 所以这才是他这个着重来 把这件事情进一步的把它曝光出来 要找各种各样舆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这个这个目的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声称 拿到了一份俄罗斯 关于核力量使用的机密文件 而之前德国军官谈话录音泄密的事件呢 依然在发酵当中 那类似的泄密事件 还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关岳 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介绍 好的沙尘 近日德军军方录音窃听风暴 仍是疑云重重 窃取别国情报信息 都有哪些手段呢 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 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 拉拢 2021年多家欧洲媒体 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丹麦情报部门曾在 2012年至2014年期间 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监视其欧洲盟友 利用海底的互联网电缆 获得电话短信互联网搜索和聊天记录 对法国挪威瑞典和德国的官员进行窃听 讽刺的是也包括监控丹麦本国外交部 财政部军火制造商等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制毒 根据统计美军目前已经研制出 2000多种计算机病毒 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 曾定位到名为 方程式组织的网络犯罪组织 在该组织开发的恶意软件中 发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代号 美国塞门铁客公司 也曾多次发现 与美国政府有关的恶意网络攻击软件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 覆盖 2008年到2021年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花了28亿美金 监视了75%的美国人 美国国安局30天内 就能远程窃取970亿封邮件 和1241条电话数据 而手里的秘密越多 保守的难度就越大 美国每年会把5000多万份文件 标记为机密 秘密和绝密 这三个等级 耶鲁大学教授 前五甲大楼特别顾问海瑟威认为 这5000万份文件当中 只有约5%到10% 才是真正的机密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沙晨 谢谢 其实德国军官 这个谈话录音泄密这件事情 不光是泄密这个本身 尤其是要参与到了探讨 怎么去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说明了 德国目前在俄乌冲突当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意味着未来俄乌冲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其实德国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它是欧盟中间的第一大经济体 它在提供这种军事援助这个方面 提供的这个数额是仅次于美国的 所以可以看到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的这个作用 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关键的 那么在今年联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美西方有一系列的这个制裁的这样一些这个措施 除了传统的提供这种军事上的这个援助 他们把眼睛盯向了所谓俄罗斯的国家的金融资产 就是俄乌冲突已经不是一个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局部战争 这已经成了俄罗斯同乌克兰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联盟之间的一种新的这种总体战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必须要从这个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 美西方可能会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做些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很难判断它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因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底线 你不知道下一步它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所以必须要这个做好相应的准备 好 非常感谢两位精彩的评论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桌 只要各方能够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 同时照顾好各方的合理关切 这样就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